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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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不管是投资朋友 甚至于我们很多同业说 这一段真的有够难做 好不容易看完FED之后 现在要看中美贸易大战 好不容易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现在又要看科技股在玩什么样的把戏 那么甚至于就投资朋友而言的话 你可能每天收完盘的时候 你还要经历过投顾老师的煎熬 可能今天我猜得没错 应该十个老师有超过一半的投顾老师 特别会跟你讲保瑞 涨停涨停再涨停 让你们感觉到 好像每天都能够买最低卖最高 那基本上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我今天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今天来节目的一个所谓现场 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每次遇到非凡的一个所谓总监 他跟我强调几件事 谢温第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化妆 你从来都不化妆的 你都不化妆 第二件事情 你的穿着你不化妆也没关系 你的穿着至少穿好一点好不好 甚至于刚刚我们导播说 谢老师你麻烦你麦别一下 谢老师麻烦你把卫生衣放到衣服里面 基本上我不知道投资朋友 你们要的是什么 我相信我的会员 如果我每天裸体跑来跑去 都能够赚钱的情况之下 他们多么希望谢老师每天裸体 那么我在节目当中 我是跟大家强调一个所谓战斗位置 还有战斗策略 来麻烦看一下昨天重播台 看清楚 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也就跟你预告 我说昨天收盘是小于一个所谓日线关键价 而且收盘是小于一个所谓主力成本 所以说我说今天你会看到 一个所谓标准准的 一个所谓空方抵抗 没错吧 好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空方的抵抗到底怎么抵抗 你先看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是9点47分 低点破低 或者至于在11点16分 也就是我盘中连线前一分钟 我也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主力心态是一个标准的多 我也很清楚跟大家报告 我说它的位置是在AC之上 那么少就在AC之上 我请问各位 你们今天 很多人还在问LINE8的一个所谓账号 那没关系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请问各位 今天在LINE8里面 我有没有给大家看这一张所谓图卡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 我跟你保证 你是在开盘前 开盘前 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卡 还有一篇文章 我在里面有没有提到 不管包括780 包括770 乃至760 这是多方密集的一个支撑区 拍谁了 好了好了 看验证看验证 不是说等到收完盘的时候 我在780 770 760 打三个星 看清楚 时间8点26分 8点26分 没有看到 8点26分 好 直接可以看明天 无所谓 有没有看到 780 770 760 还有上面的860 860 85 18 837 它所代表的一个所谓周线月线的关键价 它所代表的一个所谓主力成本 我们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就已经跟会员做好 一直完整的报告 第三件事情 今天早上在9点34分的时候 9点34分的时候 麻烦你把当时台北股市的位置掉碎看 当时台北股市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所谓低点的一个破低 而低点破低的时候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目前心态它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那等同于又回到一个所谓原点 你可能告诉我 现在这个行情好难做 我请问各位 行情难做 那你干嘛看头顾节目 那你干嘛还看报章杂志媒体 行情难做 你应该把身体顾好去爬山游山玩水 那我请问大家 那主力作手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不管难做不管好做 他都想尽办法去赚钱 这次主力作手 即使今天29号 我们一样能够缴出成绩单最主要原因 那我请问各位 那什么叫行情好做 这一段够好做了吧 这一段够好做了吧 这一段350点到400点的上涨 有没有非常非常简单 三岁小孩都会做 那问题为什么当时你不敢做 因为很多投股老师 他告诉你上档有军线的压力 他告诉你有缺口的压力 他非要等到3月13号 当台北股市形成缺口封闭 他才告诉你权力做多 请我选择权全力买进 那为什么会差那350点呢 因为又回到了一个老话一句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是价格在价格的一个所谓观念 当时在三八妇女节的那一天 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清楚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外界在主力成本之上 你们的LINE 8 LINE 8 你们不是要验证吗 今天不是说等他拉尾盘 杀尾盘 我才告诉你 事后告诉你 我的软体在9点钟有买进去 我的软体在9点钟有放空讯号 我都在第一时间当初三八妇女节 你说你很担心美国股市 9点12分的时候 我很清楚地告诉你 需要如果来 如果去在这里 在那里招拿蚂蚁吗 我说主力心态 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就是这么样简单 结果这370点 这370点 这24万8的一个所谓荣耀 有没有很快速从3月8号 延伸到3月9号 周线红灯 延伸到3月12号 到3月13号 那同样的 当台北股市进入了一个所谓盘整盘 我请问各位 我知道要盘多久吗 还是我要像一般所谓的大师 等到事后跟你讲说 3天8天5天13天21天 第52天转折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我们还是照我们应该有的规划 我们应该有的模式继续走下去 因为我们懂得主力心态 因为我们懂得主力成本 所以说最难操作的 不管包括3月15号 你只要抓到主力心态 你只要抓到主力心态 你能不能够轻松去掌握76万的 一个所谓财富 那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同样的 3月19号 这个毛毛球的行情 毛毛球 毛毛球的行情 毛毛球玩之后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 收完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震荡整理玩之后是往上 可是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知道人家毛毛球的行情 因为我说过了 一般软体他们比较可惜的地方就在于说 他们的做法 他们软体设计方法 很多人喜欢设计软体我教你嘛 因为市场上有七成的软体是我设计的啦 我想白一点啦 可是他们软体都没有主力心态 所有软体设计都是很简单 我只要上下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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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往上突破 我就会出现买进信号 因为当他往上突破的时候 你会看到KT出现黄金交叉 所以说他会出现一个买进信号 只是每一个人都把箭头放在最低一点点 让你感觉到他永远买在最低啊 这是为什么我说保留证据真的是很重要 保留证据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更重要的 我能做到一个所谓事前的一个所谓预告 不管包括盘后的一个所谓预告 不管包括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有没有让大家得到一个所谓完整的答案 同样的上个礼拜三 我们都知道是FED 他要开会结果 到底是要挑一码挑两码挑 一百码最终结果 就上个礼拜三台北股市沙尾盘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三台北股市沙尾盘 我跟你预告礼拜四会跳风开高 当时你会相信吗 把图沙尾放大 上礼拜三这边 沙尾盘嘛 沙尾盘收最低 你认为礼拜四会跳风开高吗 你认为礼拜四会跳风开高吗 礼拜三沙尾盘 结果呢 我请问各位 这一个急沙跌破平台颈线 我再来一遍 你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如果我们要主力心态 看他急沙跌破平台颈线 一定要放空 就放空隔天 跳空开高 开高之后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垂直往上急拉 补空反手做多 马上挂掉 这是为什么 你们真的很难得 看到一个老师能做到这么细部的 规划 不是说宝瑞掌停板 然后开始讲宝瑞的基本面 宝瑞我是没有 我再跟大家重申 今天既然有一个 我讲你阿呆 我觉得不为过 一个林先生打掉 笑死 你们今天 你们有没有宝瑞 有没有掌停板 基本上我没有宝瑞 我有宝石捷 我还有8046的 一个所谓南电 我还有2208的 一个所谓台船 接着两档股票 今天也拉到 一个所谓掌停板 投机跟投资 那是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选择 你要去找宝瑞那一些的 代表你手中 一定有矿工概念股 买完之后套一屁股之后 你还有钱买宝瑞吗 宝瑞你可以买几张 所以人生 你到底要追求 什么样的一个所谓境界 我当然知道 我每天跟你讲掌停板 每天测标跟你换来换去 现在会有人跟你讲美捷吗 现在会有人跟你讲玉邦吗 我昨天有跟你讲 可是我说他们是月线绿灯的股票 那接接6449的玉邦 接玉邦有没有继续破底 就玉邦有没有继续破底 5255的美捷 有啊 当时大家都有 当时大家都有 就跌下来的时候 测标全部拿掉都没有 那这样子你们还搞不清楚 那我也真的没有办法 讲快点讲快点 都过去历史了 好来重点来了 上个礼拜五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谁字卡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测标 跟你预告周线 它是一个绿灯 可是它却像收盘收大于81 收在823 我都会背了 那我请问各位 那人家主力作手 他在买什么样的一个伏笔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他就是要礼拜一开低走高 因为收盘是大于日小于周 礼拜一 大家害怕吗 都害怕吗 11点14分 不只11点14分 一开盘没多久往下回撤 我就告诉我的会员 主力心态是多 你们的LINE AT 9点17分 告诉你主力心态是个 标标准准的强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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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我跟你们讲的时候 你们真的会相信吗 你可以等到几点几分钟 11点20分 在整个非凡的 一个所谓连线节目当中 我们再次预告 主力心态跟上个礼拜五比 是一个超级无敌的强多 这是为什么礼拜一开高走高 这是为什么礼拜二跳空开高 因为礼拜一的收盘收大于810 而且收上了主力成本 这是为什么你很快又看到 81万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操作很简单 你只要掌握到一个所谓机会 你一定要勇敢去做 那昨天比较可惜的地方就在于说 其实它每一件事情 它是有逻辑的 昨天的一个所谓开盘 开盘一开盘就直接跳空跌破 日线关键价949 所以说它往下回撤874 然后874上下震荡 看起来看起来要开低走高的时候 很不幸的遇到主力心态 是个标标准空 所以昨天收在最低的低点 今天盘中继续往下击杀 最主要的原因 这样子讲有没有很清楚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的明白 指数上下刷洗 很难操作没有关系 可是问题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这才是成功的一口水的方程式 好快速解盘 基本上 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 来直接讲答案 因为刚刚你们也看到了 在适用于今天早上的盘前稿 我们有提到890 890 好就直接讲答案比较快 890 它是空头的一口水主力成本 我直接写在这边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外资一口气卖超120亿 可是今天的收盘很有趣 它的收盘是收在851之下 为什么收851之下 因为尾盘突如其来 突如其来那一刀的下杀 让加权股价指数 没有办法收大于851 可是问题他接着收盘 又收上主力成本 好玩喔 好玩喔 那 如果 明天假设 假设先降上去 然后再往下下来 这个主力成本要做到外方空 那这主力成本在哪里 你们不要说我没有帮你们 我只希望大家 一件事情啦 你们打电话进来 不要去讲一大堆废话 你之前参加老师怎样怎样怎样 我今天我的盘前稿 我是让你先验证 反正你要验证的方法很多 你直接到我们Light 8里面 我们Light 8我建议我有传给你喔 我有传给你喔 我有传给你 刚刚你有看到证据 只是里面内文 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看 可是答案那些价位 我都写得很清楚 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所以说你想知道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操作 我们讲集团线啦 中长线简单啦 中长线简单啦 来来来来 剩下两天要收月线嘛 那OTC 151.5 然后加权股价指数 甚至包括期货的部分 刚刚你们已经看到了 刚刚你们看到的那张资格 如果说你忘了没看清楚的 没关系 等一下YouTube把它给播通喔 这是我们每天 我们不断重复做的事情 我们每天做好的 一个是极细部的 一个是规划 然后盘中等待主力心态 等待更新的一个所谓主力成本 它给我们一个所谓的赚钱的契机 藉由赚钱 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所谓行善不失 帮助到那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这是真的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那同样的好 回来讲股票 我请问大家 一个投资者的告白 哇什么新增一个投资 我跟你讲 非凡抱怨说我都不化妆 然后服装整理仪容都乱七八糟 我老板跟我抱怨说 我都请了这么多特助给你 为什么你字卡都要自己弄 弄了这样子乱七八糟 我讲坦白的啦 那些小节的部分 我真的不在乎 我只在乎说 今天我们的南店 今天我们的台船涨停版 而且我有跟大家预告 南店一定有预告 台船没预告 没关系 我等一下可以看预告 那么基本上 我相信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你当然你每天会想说 如果说我手中有保瑞 每天涨停 然后投顾老师告顺从你的意 每天涨停 你十万的资金 应该一个月之后可以变一百万 一百万的资金 在一年之后会变一百亿 那基本上保瑞我是没有 因为我这一个人 如果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请问各位 我最大特色是什么 保瑞掌上来的时候 我开始跟你遮牌 接牌 跟你讲保瑞的基本面 就同525的美睫 为什么 你去问那些人嘛 为什么之前每一个人说 哇 五支掌停板 结果呢 结果这边腰斩了 这腰斩没人要讲了 好好笑喔 没有人要讲了 你找他们呢 你找他们呢 那不是说美睫不好 台湾每一家公司 我讲得很兴趣 都很好 问题重点 你要投机来投资 投机就是每天 这边做白日梦 十万块一个月 变一百万 一年之后变一百亿 这是投顾老师 跟你画的大饼 你要投机来投资 那我请问各位 投机跟投资 它的差别在哪里 很简单啊 一个老师 如果真的准 你不要等保瑞掌的 六七支掌停板 才讲你有的 一个老师 如果真的准 你每节也好 六四四九的欲邦 你要交代下去啊 那为什么我能够做到股票 不用折 而且我连多空防守价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 来再一遍哦 再一遍哦 我请问各位 你做保隽你睡得着觉吗 还是你做上瘾睡得着觉 好 我给你看抗讯 来来来来 看抗讯 你要看抗讯 来来来 我当时在一月 一月三号 还在跟你预告上瘾 还在跟你预告上瘾 一档股票 从前年十一月 一路讲 一路讲 结果来到二十六号的时候 二十六号的时候 值得加码 还有2049上瘾 385还在加码 好 你要买保瑞 还是买3105的文贸 你看人家文贸 软体的部分 人家主力什么时候翻多 什么时候翻多 翻在这边吗 这边吗 买在221吗 没那么厉害啦 我的主力心态 没有这么厉害 可是问题在248块钱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3105的文贸 主力心态 油空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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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的空 跌了两百多块 当心态再次油空转多 那为什么是全新 现在人家在好奇说 有没有得到苹果的认证 而不是3105的文贸 二十六号还在加码 好啊 我知道 你跟我讲什么 老师 这些股票 上银 四百块 文贸三百块 一张三十万 一张四十万 买不起 好 买不起 不要紧 那我请问各位 二十一块够便宜吧 二十一块够便宜了吧 所以说 你说 你有五千万的资金 你有一千万的资金 我请问各位 我讲真的了 我讲真的了 不是这些股票 不是这些股票不好 问题是成交量的问题 不是这些股票不好 如果你有五千万的资金 你现在是主力 那你五千万资金 你宁愿去买上银 值得 文贸 还是买美睫 宝瑞 好啊 你说你资金不够 你一百万 来来来 就跳快点 跳快点 我要让大家了解我的逻辑 我的逻辑很简单 当时 六一八的合金 我们从二十一块 应该买有十三次左右 一路涨到五十几块 我没有卖最高 五十块出掉 那出掉之后 为什么出 因为它的月线 从红灯转绿灯 然后之后转进 五四八三中美金 三五三二台胜科 台胜科来来回做价差 当时这个人帮我做验证 也是三次涨停板 我做好这样子 我喜欢做有量有价的股票 对不对 结果当合金 当合金再一次月线 从绿灯转红灯 那问题重点怎么样卡位 怎么样卡位 就从今天指数一模一样 为什么可以卡在最低的一点 这最低的低点 为什么在盘前稿里面 可以写得出来 因为我有主力成本 我懂得如何去计算主力成本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一档合金 你们Lite完全没有遮 过去就不用讲了 两支涨停板 甚至于包括3374的 一个所谓金材 跟大家预告之后 也是两支涨停板 不是等涨上来的时候 3374的金材 漂亮哦 漂亮 漂亮就不算了 漂亮 全部都买在这边 他不先修理你们 他在等什么 那我们操作 不要说灵活了 我们操作很简单 你在等金材 你在等6182合金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 我去操作3406的预金光 然后1597的一个所谓值得 来到153 都是155 这就是主力成本 只是现在你加入的会员 我给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不写主力成本了 因为四个字浪费时间 所以你说的call讯是AC AC268买进 AC155买进 结果今天 346预金光 创波段新高 308大力光破底 谁造成的 主力成本 又使他们月线率 跟外交主力心态空 这样够清楚了吧 这电报 然后出的时候 出的时候 出的时候 没有啦 你们先看 这call讯 你们跟得上 你们再来 跟不上就不要来 那全投顾 敢每天跟你讲call讯 你找到第二个 全新 起立新 今天有没有叠 不重要 然后出去的一个所谓资金 转进 8046南电2337的旺宏 旺宏马上拉到掌名板 南电 当天是不是收在一个所谓最高高点 还没完 还没完 麻烦各位看官 来 再来 你是我LINE AT 我给大家一个任务 从昨天 从昨天 昨天到今天 我推荐几档股票 两档 不要算今天盘中 从昨天到今天 我推荐几档股票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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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到今天几档 LINE AT 一档 8046南电 没有折 8046南电 股价的净值之下 当时在32.5 你要买个 1000张 应该很简单 股本47亿 从前天 到昨天 老师 那昨天 为什么不推荐股票 阿呆 我昨天南电 买这么漂亮 买在最低地点 我都加码单 我都冲掉了 因为昨天 大盘主力心太空 我这样有没有回答大家问题 很多是 下午赛 你去做期货 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连大盘 你都看不懂的情况之下 你卖着 你真的卖着 你真的卖着 南电 LINE AT LINE AT LINE AT 已经念给你听了 已经念给你听了 南电 南支掌尼板 好 台传 台传 股本74亿 这边 好奇怪 这个是我盘中 连线的时候 没有啦 我只是陈述 我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只是说 他的股价 在主力成本之上而已 就这样子垂直拉 我也没办法 买一次买两次 买不够 一直买 你们LINE AT 11点再留番 跟你预告 会员说 大船也拉得动 好吓人 这边啊 这边啊 16.2 16.1 还没涨 再一遍 你要保瑞 还是要台船 还是要南电 当然啦 南电跟台船 搞不好明天就下跌了 因为中股票这样子 可是回这主力成本 又是另外一支上车机会 至少全宇宙 每个老师 做到股票不用折 而且连多工房子价 因为时间比较不够 不然你叫非凡 再给我多30分钟 我每一档股票 我家会直接讲给你验证 全方位360 3月限定版 剩下最后两天时间 真的只要360 第一件事情 你手中有月限绿燈股票 你一定要处理 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播通 因为等一下会让大家得到验证 所以说全方位360 3月份限定版 360 感谢广告前 播通 大家就在这玩笑诀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 在跳动 经过比较 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 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剩下最后两天时间要收个月线 我觉得你手中的一个所谓持股 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效的处理 那要怎么处理很简单 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我们APP的一个所谓软体 从里面你可以看到主力心态 从里面你可以看到指数看盘 就好像指数不是一模一样吗 很多时候这行情很难做 心态多你就跟得多 心态当心态空你就跟得空 在心态再一次由空转多的时候 今天上下震荡盘整完之后 有没有往上拉起来 那同样的股票的XR操作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的股票在节目当中 我是没有在看白的 没有在遮牌的 不管包括3406郁金光 3105的穩帽 甚至包括1597的值得 2049的上盈 我只要请问大家 只是买点你自己要去做一个所谓选择 甚至要出场的时候 出场就是卖不是车子出场 为什么要卖日电帽 因为它收盘小于主力成本 为什么要卖全新 为什么卖起立新 都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那我请问各位 我卖掉完之后 昨天的一个所谓全新 有没有打到跌天板 今天的全新 有没有再创一个波段新低 那为什么人家稳帽为止高端政单 就是主力成本的问题 你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跟你们预告的8046的南店 前天跟你们预告 因为前天大盘主力薪太多 所以跟你们预告 8046的南店 当时的南店在32.5 32.5完全都没有车 结果呢 短短两天时间 有的人买个三张 你也可以赚个 1万多块 我这样讲没错 今天涨到8046的南店 好像35.8吧 35.8 从32.5到35.8 中间有3块3价差 你买个三张也赚1万块吧 你买30张也赚10万块吧 就这么简单 就是LINE AT的预告 所以说你想知道 LINE AT的ID 例如再念一遍 PL10 如果说你听不清楚的话 你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它也拨通 那结果呢 再从南店之后 南店之后 今天嘛 今天嘛 买进208的台船 还没涨的时候 今天唯一买的一档股票 因为要等什么 等主力成本 结果今天没想到在16.2的时候 他冲过空头的主力成本 结果2208的台船 208台船 今天有没有拉到一根涨泥板 有吧 那都是小事啦 只有小事啦 只有小事啦 小事啦 10.36跟你预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来来来来 剩一分钟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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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跟他预告的 6449的预邦 我说心态有多长空 月光价62.8 这都是小事 好 再一遍 这是昨天 麻烦大家看一下 这些股票 我昨天跟大家预告 每一支全都跌 981张的成交量 昨天预告 麻烦自己调从不带出来看 调从不带出来看 6176的瑞宜 今天能不能继续跌 有量的股票 今天继续跌 所以说手中月线绿灯的股票 我讲坦白 你要勇敢去面对 第一件事情 你要了解整体的一个月光 大盘你要看得懂 那要怎么看得懂 很简单 拨通电话进来 把盘检稿给带回去 就是现在 这件事情 手中有持股上面的问题 面对月线绿灯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可以选择去下载软件 或是你如果说 你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以便往前拨通电话 进来做完完整整洽询 你如果说要了解决定 就要跟这些股票 总结 你 aoいこの地方